我内心总是可怕与周围的人有良好的关系 为此,我小时候努力做个乖宝宝 以得到父母的爱和祝福 读书后,努力做个好学生 以得到老师的认可和同学们的跟从 毕业后,我努力工作做个好人 以得到很多朋友的尊重 工作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 我也算事业有成 有一定的社会地方不错的人际关系 那时的我自视能力强 却又整天担心人机往破裂 担心往后利益破裂 所以脾气越来越大 内心充满交流不安 我在外因丑多,少与父母沟通 父母觉得我笑而不顺 我觉得他们不理解我 因享有屡强人的称呼 我的爱情婚姻无着落 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利用我 这种人际关系让我身心平安 我在人群中看似热闹 达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 我出于热心帮助他在城市各处 派送圣经 他离开时收了本圣经作为 打谢礼物给我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圣经 我虽然接受了,但觉得这个外国人好小气 用书来打谢我这几天的辛苦 我想就当他可以帮助我学英语吧 浏览了马太福音的前两章后 我把耶稣当作西方的圣人判断 认为他是西方的红子 圣经则如同实际色伟大的著作 虽然那时我已经知道有上帝的基督教堂 会和朋友一起关注圣诞节 但并不知道这些主耶稣的关系 由于公众法马,我既没有控作功德 也没有时间看圣经 从那时起 但从那时起,总有一个想法浮现在我脑海 为什么西方人信上帝多显快乐富足 东方人信我败的偶像 却多是无处贫穷 2007年,我迎着会议来到夏威夷 2008年初,为了认识更多的华人 我第一次踏进教会 台江山华人信仪会的礼拜堂 那天我什么也没听懂 但诗般唱圣诗时,我的鼻子自然发酸 眼泪止不住下落 站在那里唱圣诗 我觉得我自己很高贵 却不知为什么 崇拜结束 我看着往外走的人情 又觉得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 很卑微 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在这里 于是决定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基督教 后来我穿加过一些家庭 在2016年底 因母亲磷患癌症 我决定多陪伴他 于是和他一起穿加主日崇拜 母亲的改变不断影响督促着我 我进入了木道班的学习 通过山西木道班的系统学习 我终于认识了主耶稣 祂是圣服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无罪的祂被钉十字架 用祂爱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 耶稣是爱 是超于世界一切的大爱 是世间绝无仅有的至爱 是我一直在寻求的那无所无求的真爱 而我却一直在放弃它 主早就明了了我那颗和木 良好关系的心 祂首先把爱的话与圣经送到我面前 当我依然在罪里不肯领听 然后祂指引我带我到了礼拜堂 我听了却继续行在罪恶里 不肯靠近它 最后祂用课 我渴望与母亲有良好关系的心 打开了我的心扉 最终接受了祂的爱 我是何等的续运 祂拣选了我 我在教会爱的召唤讲道中决志 并在2018年12月23日认罪受洗 受洗后的我很可不自我灵灵的成长 我参加了新生命新生活主力学习 了解作为基督徒需要如何成长 教会的全年插机 是我学习主的话语最好的选择 主的爱具体表现在圣经是纳法的真实 我每天祷告感谢主 求主饶恕我这曾经拜偶像 尊业深度的人 通过祷告建立我与主良好的关系 我用主的爱建立我与母亲的良好关系 我们一起向主耶稣祷告 学会良好的共通方式 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他在离世前对亲友们说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主里相亲相爱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了 母亲一直鼓励我都为教会做事工 我报名参加了2018年台湾短宣队 学习如何为主传福音做事工 在教会我喜欢参加团庆生活 通过团庆活动 我从牧师师母及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 学到了他们敬主爱主一心向主 并用主的大爱恩来慧众的行为 在新主后 因人的软弱 无依然为座先祖所呼吸的行为 今年11月9日 我和母亲从上海回下而已 在机场 我们招到直级人员居称 因为她认为我妈妈的身体需要空中右痒 尽管我们已经在医院看了可以登基的证明 也愿意自己负责因缺氧造成的后果 但她依然擅自把我们的离境日期改到11月12号 因为有常用氧申请的时间是三天 她让我们自行解决住所 我据律力争 但没人理睬我 我无奈之下包了110警务台 当110警务人员前来问许事情经过时 那警察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我 我冲她的一层吼道 我报解释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现在却说这事不归你们管 我报110你过来干嘛 你这是偏方故意刁难我们 当时的我应该是想泼妇了 她看着我说了一句 你们美国人不是追讲文明的吗 你脾气那么大干嘛 我听了脸在发烧 觉得这时的我不像基督徒太丢脸了 于是我真诚向她道歉 承认自己态度不好 并请她为我妈妈着想 帮助解决问题 她请来执行经理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和妈妈一起向主打告 我们终于得到第二天 飞回夏威夷和免费入住酒店的依序 因为没了空中用痒 我和妈妈又继续向主打告 希望能平安回到家 第二天通过办理一轮繁杂的手续 本来找到的我们 过机场安检时 离飞机起飞只有一小时多了 可就像是上帝安排好的 安检时我们遇到了 从夏威夷飞上海时 在机上认识的机组领导 她那天飞日本 她认出了妈妈 并立刻通知我们乘坐的航班称务长 为妈妈准备好空中用痒 我当时就从心底高呼 感谢主 你是真的爱我 你有你的安排和美意 我只要顺服接受就好 11月13日 母亲吸了地上老婆去了天家 我内心万分痛苦 是牧师传道紫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用主的安慰和关怀 甜蜜了我的心 诗篇110章诗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 凡遵行他命令的 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我从一个愚昧拜偶像的人 终于认罪接受主的洗礼 并敬畏主爱主而拥有了主耶稣 爱的祝福 感谢父上帝 感谢主耶稣基督 感谢教会 感谢主耶稣 raw 谢谢大家